嬉戏衣装 打仙不闹 摸摸呆 打仙其实很简单的 就是打仙的逻辑很简单 你只要记住你从这边开 这边刷完了后 下个野怪是这里 然后下个野怪是这里 你把这个循环记住就好了 然后中路那个线到底能不能蹭 都要看呢 就比如说这一波就可以蹭 因为安琪拉很快 它21技能就可以帮你把 把这个线给过了 所以你又可以 在这一波你就可以去吃 然后我们顺便还可以拿个河道之灵 然后带个兵就不要了 你们当务自己时间 然后队友说打架 不一定要去的真的 不一定要去的 你有自己的 就像这个中路打起来了 你上路兵线不要了 不可能呀 这边一个道理 然后这种残血了 你再过去吧 是吧 一锤都死了 这队友 你玩这种野河 这队友就是给你 创造空间的 因为你就是要C 你要C 你要保证自己无限 无限C 然后你再刷两波后 你经济人 经济一高 你就开始碾压了 你容缩率贼高 是不是一三技能 往里面铺按二 手机一松开 自己刷 对不对 然后下路就先过一过 翻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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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也无所谓 你翻命的时候 也去海赛就可以了 水锅可以打一下 有话说 没话说 那你怎样呢 对不对 你看我那个败血 这是经济高 经济高 你都说你贼高 那个什么时候 你先到我脸上 我直接败血 两个呱呱呱 他死了 这两个人 你看 你觉得他有什么办法吗 这不需要任何操作 就是 到他脸上二级的猛点 你就完了 没A到 他有 闪现交了一生 请求集合 请求集合 我直接仓虫一点 A一下开大招 谁拉 死了 这不就一波了吗 是不是 你在心仰高位的兄弟 你还没误导吗 一定要保证自己无险肥呀 不要打节奏啊 节奏都是假的 刷钱才是硬道理